我们继续在Waynton W.A.5 Broad Home 这里 哇 今天下雪 看一间三房的独立屋 我们来看看积极 三房一进来 就是一个楼梯位 好 转左边 Living Room 挺好 如果三房就说 这个客厅 尺寸挺不错 相当舒服 我挺喜欢这个色 好 进来 这门应该是 一个Storage 挺好用 都放了很多东西 再过来这边 饭厅 我最喜欢的圆形桌 圆形桌 风水思画会家庭和谐 这边 这边也是一个L型的厨房 咦 再看过去 就是一个 Utility的位置 通常这边有 好 洗一下衣服 对了 装了小衣机 这里 通常这里就放了个波纜 没错了 好 过来这边 就是楼下的洗手间 这边 这个设计师用的色 都用得挺漂亮 这个绿色的主调 不错 再上回来 去到楼上 看看房间的尺寸 尺寸 得比5 这区的新楼 就很抢手 好 上楼梯第一间 就是一间 单人房 可能小朋友 就放一张书桌 一个衣柜 還有一张床 不错 去到旁边再看一看 左边 是主人房 一个 轻尺的 床 三门衣柜 这里就是 肚子 基本格 一个奇方 再来到 因为这些 很多时候 因为就个楼梯位的关系 都会起高了一级一点 这里就有一个 不额外的储物空间 都很高的 去到天花板那么高 放在旅行行箱 放在其他东西都很好的 好 好 过去看 三间房 第二大一间 就放了一个 double bag 一个 衣柜再大一点都可以 都可以 应该 那都够用了 小家庭 一家三四口 多一点就 非常好 好 好 这间三房的 獨立屋 就是这样的 NEO 现在都开始 可以买的了 有兴趣 就找我们 同时去聊一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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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